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在当天现场的状况不是非常清楚 不过因为这个管线的资料在高雄市政府的手上都有 中游他们自己的管线他们清楚 但是另外两条管线因为在埋设完之后 就已经移交给两家公司来营运 所以这个部分中游手上没有最新的资料 他们那个埋设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合约书 这合约书就是在民英国75年的时候 当时中游跟福具公司所签订的合约 中游跟福具公司所签订的合约 福具就是现在的李长荣在经营的 然后呢他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里面写说啊 他们就是在运这个丙烯 他们要帮福具公司啊 去做一个丙烯的这样的一个合约 做代工 而他的范围呢就是这次气泡区 整个前镇整个林雅一路到大社工业区 而且他讲得很明白 他就是到民国80年前要完工 这样的一个合约书呢 就是甲方就是福具公司 乙方就是中游公司 而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我请教一下部长 怎么中游可以告诉我们说 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融化或福具的管线 不知道他传授的丙烯 这可是你们内部所签约的合约 要怎么说明呢 委员那是民国80 70几年的事情 现在现场操作的人 他当然只知道中游公司自己的管线 别人的管线他未必知道啊 所以就是说 反正我把它施工完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 已经跟我无关了 那我提醒您 在民国78年 也就是施工那个期间的都市计划法 高雄市施行细则里面的第16条 他里面讲得很明白 除了消防队 加油站 自来水服务站 电力开关站 变压器等公共事业设施 及环保卫生有关的仓库 不在此线之外 所有的管线 都必须在特种的工业区里面埋设 不可以经过住宅区 不可以经过商业区 但是你们却跟高雄市政府签了什么合约呢 你们跟高雄市政府就用你们跟福剧所签的那个路段 包括凯鞋三路 成功路 扩建路等等的这些路段 而且施工的期间就是要在民国80年前完成 你明知这是福剧公司的秉息管线 你明知当时在都市计划法的高雄市施行细则 是不能够做油管之外的管线埋设 而为什么要用欺瞒的方式 我不管当时是哪一档执政 政府是一体的 你怎么能欺瞒当时的政府 告诉说我是要买油管 结果而且是中油的油管 但你却是已经跟人家代工是福剧公司的 那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你的看法怎么样 他的申请计划上是写的油管 但是他在施工的细项里面 都注明了每个管子里面运送的东西 这个管子是照地方的这个法规来做申请 而且截至目前为止呢 照地方的法规每一年都要送他的维护营运计划 给地方政府并缴交相关的费用 对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 我知道你一直很希望能够把责任往外推 可是我想请教你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您刚才就承认了 中油基本上在民国75年 明知你们是在做福剧公司的秉息管线 您刚才是有承认的 而且我们当时的法令是不容许 管线油管之外的管线 在那里行经我们的住宅区跟商业区的 它是在道路的下方 所以是照道路挖掘的规定来进行 不不不 福市计划法里面 我们刚才讲的那第十六条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除了加油站 这是跟中油唯一相关的之外 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们就用变相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 用申请油管 但是你其实早就明知不是事后才移转的 你早就知道这是丙息管 对于你用油管去申请 而这样子的一个明知故犯的结果 合法掩护非法 让国营事业违法的去图利财团 第一个这个部分高雄地检署正在调查中 所有的责任归属由地检署来做调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直接发生的原因是因为 后来施作了一个香罕 造成它外露所造成的腐蚀现象 但是这所有责任的归属 会由地检署来做最后的认定 好 我今天就出示了这样的一个合约书 来佐证 中油在这件事情上 明知违法而固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相信包括检调 甚至监察院应该都已经在调查中 我们就近在调查的结果